大家好, 卡姐做了很多集, 只是顺说话 其实卡姐都有每天日常都去买些菜 而这一集就是综合性地去分享一下卡姐这几天做了些什么 买些什么菜, 我们家庭主妇说来说去都是说回这些 都是很普通 一热就真的不想吃, 亦都不想煮 我今天去全民设计一些事情 这样就去买他们的熟食 我今天真的不想移动, 亦都不想做 这个是二十多, 是不是二十一元还是二十二元 这是那些牛肚 这一碗全是牛肚 另外, 去到茶餐厅 这次真的没有买错了, 上次买的咖喱牛肉饭 他居然给了咖喱牛腩饭 我今次跟他说, 你认真和我看清楚 不是要咖喱牛腩饭 是咖喱牛肉饭 他说他已检查过 可能上次就是一位师傅搅上枪 拿到待晚三代正当菜 你有什么办法 你做的, 是吧 你都没有办法 拿出来也要吃 今次说, 这些要设计 这些就是牛肉来的 那是信用它 这里是名家,又是例牌 今天去买了半只沙姜酒地鸡 要多一盒饭 买来哪个吃都好 要多这盒是油鸡烧肉饭 全部都卖了外卖 做两条菜就可以了 家人吃三文治 做一个吞拿鱼三文治 做一个沙律 做一个沙律 这样就完成了 今天就做了姐姐的饭餐 所以大家吃吧 分享来吃吧 好热 真的不想煮 大热天时 有吃冷煮 真的去买算了 我明天也去买外卖回来 然后呢 礼拜日 礼拜日 礼拜一 要不就回去陪老人家 要不就留在家 就享受冷气 看电影 放松一下 真的不走 外面真是热到飞气 不是那么适宜出去 好了 开始做沙律 这个呢 这个呢 就是做给外子的沙律 没有什么特别的 就是见到冰箱 或者是桌面 有什么水果 有什么菜双 就可以切成一碗 这样就可以了 今天就给了香蕉 牛油果 番茄仔 很简单的 这个沙律 大家好 今天呢 就扔了一天了 做很多很多东西了 出了去 出了去 亦都去Metro Town那头 那头 顺便就去买那间 中式超市那里 买菜 这里呢 就是红烧牛肉面 说开这个红烧牛肉面 就有一段估计了 那我希望呢 拿到时间呢 就和大家分享 为何我今天去到 就找这个红烧牛肉面来吃 好正啊 它分汤的 好好味 也都是牛肉很多 那我现在先放好它 这个值多少钱呢 那就是11元 是吧 你如果在店铺吃呢 不止这个价钱 不但仅仅仅要付贴 你看看 这些膠盒 这些膠盒是非常紮实的 你洗干净它 亦都可以用来装饰 好懂生活 我最近 和几个年轻人聊天 他们交曉了 琪姐很多的生活 如何去取得生活的小确行 这里有一条2磅的游泳汁鱼 今天呢 6991磅 7元 这里2磅 是多少钱呢 这条 16元 16元 多钱 血水浸泡了 等会用来清蒸 这个就是琪姐的饭餐 买了 哎呀 这个豆腐已经炸到这样 这个叫做 捐豆腐 滑豆腐 不是捐豆腐 哎呀 炒吧 来呀 扁了 扁了 这里有一包 福州鱼丸 叫做 鱼老板 这些是包心鱼丸 里面有些猪肉 福建人做出来的 买了豆腐 这些要先放好 这里呢 就有两匹的带鱼 这些带鱼呢 就在韩国那里来的 两匹都挺漂亮的 又要放好 还有一盏芹菜 芹菜呢 用来滚 紫菜 福州鱼蛋 芹菜汤 这里呢 就买了一盒 牛扒 这一件 是买给家人吃的 那我就吃鱼 今餐呢 我就吃这条2磅的 游水侧鱼 家人就吃这个 这个牛扒是多少钱呢 牛扒 14.55元 现在又要放好 买一盏花 这盏呢 就是 红色的菊花 我相信很多香港人呢 就不是太喜欢在家里插菊花 是吧 其实在北美洲呢 就百无禁忌的 那些鬼佬世界 就不会理你那么多 喜欢就买来插的了 那我就喜欢它 那些花呢 就很香的 那种菊花的香味呢 就好像我们 平时去酒楼呢 点那些菊寶那些茶 那样 很香的 所以我呢 就很喜欢 有时都买的 那总之 就不要买白色 黄色 就OK的了 是吧 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啊 卡姐不懂的 卡姐好像半个鬼婆 那样的 总之百无禁忌 好了 那在这里 跟大家聊天了 礼牌呢 就当大家的 网友就好像朋友 那我今天一早看到 有位网友 他都是经常来留言 看卡姐的影片 他就告诉我听 他说他今早早 一早呢 就要出机场了 还有两个钟头 就上机了 就告诉我 你要回去香港了 坐家行 我突然间听到呢 我心都很不舒服啊 我虽然和这位的网友素微谋面 我还是很想和他聊聊天的 他还跟我说 前一天 他说 星期日看到温哥华的烟花 我还想问他是哪个国家放啊 因为我没有去看 比较热一点 而且那天呢 就要陪一陪老人家 周末 我现在多数都有陪老人家的 OK 这么快去 我相信他是不是回来 两个礼拜左右 还是一个礼拜多些 我不记得了 这么快去吧 他很想念温哥华 我希望这位网友多些回来 这里始终是你的家 我听到他说 这么早就出机场了 又说 飞回亚洲了 我个心都有一点不舍得去 我都想有空谈谈谈 有时真的很难说 没什么所谓的 我相信他有个家在这里 他会经常回来的 听说他也是住单趟的 多些回来 好了 现在又说一说这个花生油的问题 有位网友就问我 卡姐你用什么油来 煮菜啊 我就不一定的 但是我很喜欢花生油 其实花生油不便宜的 是这么多油之中 在加拿大 你那些西人的煮食油也好 唐人也好 其实花生油是卖得最贵的 就是小小瓶 他就已经卖了几十元了 我为什么喜欢花生油呢 因为我很多时候蒸鱼 那我蒸鱼呢 我就会是用些花生油来爆香的 鸟头啊 姜葱蒜那些 我就觉得那些味道香一点 那你如果是平时 能够方便买到的 就多数都是 牛油果油 和那些 布提子核的那些油 那些油 粟米油那些 事实上是没有那么香的 我们从小吃到大 因为我爸爸很懂煮菜 我们也是唐人 很多时候都会是贵也好 因为真的都希望吃到那种 花生油的香味 那我网友就问我 我现在就是用鸭蛋炒饭 用两只鸭蛋来炒一个饭 炒了就拿去 今天的太公姐姐都有份吃的 所以我就炒多一点 用一些火腿来 薑蓉 火腿 鸭蛋 你看看 这些鸭蛋是商网鸭蛋 真的鸭蛋已经够大 还要商网 我足之知道 我买这一底鸭蛋是商网的 那我这一只的火腿 就是买成个大猪鼻那些火腿 我不会是买那些 就是合成肉那些 我真的不会买那一只 这一只我买回来 我就是片了 改了刀 切了些筋 皮 那些肥 切成了 全部就是真真正正的 很漂亮的火腿肉 我切了一粒 等待人家人炒饭 现在就爆香了些姜肉 我就放了些鸭蛋 然后等待人家 再放一些西近 不是西近 不是西近 是糖芹粒 那这个饭就很香 很好吃的了 好了 说回我们刚刚的话题 煮饭人都会煮的 我相信大家看下 卡姐视频的朋友们都很棒的了 所以我就 免得在这班门龙虎 特别煮糖餐 讲开了 花生油 我就比较多用些 因为有时清蒸鱼 你用一些菩提子核油 和阿博卡道的油 始终淡些 没有什么香味 讲到会不会花生油 有黄曲霉素呢 我相信应该不是那么害怕的 这些油始终都应该是有化炎过的 不是说一年到一刻都吃花生油 但是我会在炒饭 有时我炒饭 我就用那些 travel oil 就是那些叫做黑松露 或者白松露的油 那它的油的基底 就是用橄榄油来做 因为它是从意大利入口 过来加拿大 讲到加拿大最盛产的Canola Oil 本地人比较少用些 就是那个芥花籽油 因为它是基因改造的 所以那些人就觉得 宁愿不吃就不吃 在家里的话 其实现在都不怕了 很多东西都是基因改造的 因为它要追那个产量 改良那些种子才去种的 这样长出来的芥花籽植物 它是可以抗虫、抗旱 产量亦都比较多些 现在很多外面的餐馆 基本上都是会用Canola Oil 做它们的主食油 除非你不出街吃东西 如果下下追求 全部吃光 全部吃光 的产品 的食材 或者是 全部不吃基因改造的东西 那可以不可以呢 那是可以的 不过那个 价钱很贵 而且都可能 有时候 你要买齐些食材 都保证不了的 其实呢 真是怕无可怕的 现在 你说那些餐馆 它要薄利多销的 是不是 除非它真是打正旗号 说给你听 我这些呢 全部是健康产品 或者是什么食材 除非它这样 我相信都没有什么 哪间的餐馆 都敢这样 说的了 现在 因为呢 你说得出要做得到 你做不到 或者是 给你的伙计 捕捉你呢 是重罚的 所以呢 现在的餐馆 你就算做到多高级 它都不会跟你说 它会用什么油 一定不会跟你说的 所以呢 就没什么所谓的了 现在就不是说 全部拿了它来做主食油 但是呢 我都会是用这种油 那如果你说Deep Fry 我要炸东西 那些呢 我就会用 菩提子油 和牛油果油 因为它们煮滚的油 那个肺点呢 就可以去到200 它可以很高温的 那我就会用那一种 现在食油的东西 都很多选择的了 根据自己的爱好 那我就是始终 可能阿卡姐是老人家的 那我就会是 看我的爹妈是用这些油 那煮的菜多香啊 那我就会用这种油 有时都会 买到啦 有时不买到都 都随便啦 去Costco 买它们那些 阿卡道的油 那就淡一点了 直接是没有味的 有位台湾的朋友 每一年回台湾呢 都送我一两支 那些叫做苦茶油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 他就说那个品质很好的 那就拿来是煮菜啦 或者拿来拌一些东西啦 那这样 那我不知道它可不可以高温 总之我多数呢 都不是说拿它来很高温的时候用啦 另外还有用麻油啦 我麻油我就会买韩国的 买日本的 一铁罐呢 大概是1.65L一罐 20多元一罐 都吃得很久了 那麻油就香了 很香的麻油 那种苦茶油呢 就有一些很特别的味道 就是如果你喜欢就很喜欢啦 不喜欢呢 就真的觉得它的味道都很特别啦 可以这样说啦 台湾朋友说给我听呢 他说那种苦茶油呢 他说拿来煮鸡 特别是驱风的喔 还有你生完BB呀 你拿来爆香的姜呀 煮鸡酒呀 或者是拿来炒饭 那挺好的 两种我都没试过 我下次要试一下 好了 跟大家谈谈谈谈谈 我又煮好了 这碟饭 多好呢 这里就有三碗饭的份量 我现在就放在这里 拍给大家看 等一会 我就会放在一个玻璃的container 我就拿过去 星期尾那些饭餐 卡姐多数都是自己做的 所以有时去到Wichu文也好 去到方便买一些外卖的送菜也好 我都会去买的 我住那个街区呢 就没有唐人这些这样的餐馆 或者是可以买到一些烧美啊 这些烧纳店就没有的 所以呢 我就一买 我就宁愿是买多些 平时买不到的时候 自己动手 有一位忠实的网友 他就说 阿卡姐我买鱼符呢 我就是买少少回来煮 我都想买少少 各种都新鲜 但在加拿大真的没办法 各种都是要买很多 回来冰住才可以的 回香港最开心就是逛街市 在加拿大 温哥华这边来 买鱼符也好 买豆腐啊 豆泡都没有 你可以买几元这样 这里全部都包起了 一包的就设定了个价钱 你就要买的了 但是有时候 你想起以前 回香港呢 你去买两个那些 布包豆腐啊 或者是 买少少的豆泡啊 每一餐都新鲜 那这里真的做不到 这件事就是 最怀念就是香港的方便